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新貨推介 我是Koala 首先 今期回了很多Tresses的車學和船學 大家可以看看 今期是Karisma 1-24的Jimny JB74四驅攀排車 跟之前不同的就是第二代的馬達 齒輪和新伺服 接著就是SUBARU WRX STI的車殼 加上Karmaia的底盤鍵盤 它是2011年的亞太拉力錦標賽冠軍車 裏面包含有獨金屬的車輪 接著就到零件 首先介紹一下Kikken的第四代馬達 它是為直線加速的RC用的 接著就是YOKOMO YOKOMO有YB2的選擇 接著就到DEMI WORX 就是這兩個 它有RC的零件 首先有這兩個Lexon Intercooler 有Type 1和Type 2 接著就是這個 它是頭橙 還有這個萬用包圍 接著還有EARRACING EARRACING是新包裝的 EUROTOROE 剛剛說完零件 現在又來到我們的玩具車子環節了 今期TOMMYTEK TNV NEO 翻了好幾個系列 它都是1比64的合金車子 首先有這個 就是Dialcrop的洗車套裝 裡面的零件很搞笑 我自己覺得都很標誌 接著就有這個 Cursonic Skyline GTR 它是1991年的規格 裡面的車子頭蓋可以揭開 然後就有這個 就是最危險刑事裡面的Gloria 然後就有這個 91年的紅色Honda Silvic 25XS 最後還有這架 就是綠色的 88年的日產Gloria 除了TOMMYTEK之外 還有幾個牌子 都新出了1比64的合金車子 首先就是這架 BM CREATION 就是翻了三架 ISUSU D-MAX的搭配 它分別有黑色、紅色和銀色 然後是INO64 INO64就翻了這架 Signature 長綠色頭蓋 土屋歸史的AE86 它是日本飄移王Drift King 然後就有MINI GT 翻了藍色和紅色的 Alde RS6的Alpha 這集的新貨推介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SUBSCRIBE 還有按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